本小节我们来介绍Excel的操作指标 在Excel的执行过程当中 它并不会晓得我们的使用者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跟电脑之间的沟通 完全靠指标的长相 它代表一个赋予它要执行的动作的意义 那配合你的滑鼠的控制 按键的配合 那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 在Excel里面的七个操作上面会遇到的指标 跟我们在作业上的工作的情况 好,那首先第一个叫做功能选取指标 也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箭头靠左 左向白色箭头,这是功能选取指标 它发生的位置在任何的索引标签上 包含里面的任何工具按钮 或者是上方自定功能区的这功能钮 底下的索引标签,工作表的标签 甚至右方的卷轴按钮都会出现这个白色左向箭头 简单的说,只要你执行的是功能的放上面 它都会出现这白色的左向箭头 叫功能选取指标 那执行的方法,针对你要的功能按钮上 按一下就可以直接执行了 这叫功能选取指标 在Office家族的任何软体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这项指标 这等于是大家共同的指标 第二个,来到底下的工作区 会变成大的白色十字 这个叫做储存格选取指标 在EXO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储存格选取 因为你没有选到对象 根本就没办法来执行事情 所以选到你要的任何储存格 它的执行方法有两种 你若直接点一下左键 代表选取你要的那个储存格 若是你按着左键不放,拖曳 这叫做选取一块连续范围的储存格 通常单独一格的点选 代表对这个格子要去执行事情 所以它就会被选到的这个储存格 就是我们第三个要介绍指标 叫做作用中储存格 那当我们做函数计算 需要一些计算的范围 我们就会采用按住左键拖曳 拉出一块所要计算的连续范围 所以储存格选取指标两个功能 点一下单一储存格 按住左键拖曳连续范围选取的储存格 那第三个被选到的这个作用中储存格 它的右下角会有个黑黑的实心点 当你把指标指到它的身上 指标就会改变 这是我们第四个要介绍的 叫做拖曳复制指标 而这个黑黑的实心点 有一个名词叫填满空点 所以作用中的储存格上面 被选到那一格会像这样特定框起来 我们称为作用中储存格 而右下角就会出现这个叫填满空点 再来第四个指标 就是在直到填满空点上 指标会由大的白色实质 转成实心的黑色实质 这个叫拖曳复制指标 那当你要执行拖曳复制指标 代表对这个格子的内容 要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通常就要看你的内容情况 你有可能是资料 也有可能是公式 资料也会依据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 像我这边举例 我打个3月15 所以我选取这一格 拖曳复制按住往下拉 就可以拉出像16、17、18 因为它是日期的属性 可是假如我只是输入一个数值 你看我拖曳复制按住左键往下拉 它只会产生复制的情况 所以依据内容而有不同的复制行为 那这些我们留在下一个章节 我们再好好来跟各位详细的讨论 那这个拖曳复制指标 基本上两个做法 按住左键直接往下拉 我们称为复制 可是它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拉到什么程度 可是假如我在拖曳复制指标 我用快点两下 当我快点两下的时候 它就可以让你直接自动复制到 跟旁边相邻的储存格 跟它紧靠的位置为止 不过它有个前提 一定要在旁边有资料 能够相依 假如你落在一个像这样子 左右都没有相依的资料 那你快点两下这是没有作用的 这就只能用拖曳复制往下拉的方式 这是拖曳复制指标 最后一个 在作用中的储存格的边边 变成十字箭头带一个白色箭头 这叫储存格搬移指标 按住左键一拉 就可以把它搬到我所需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十字箭头带白色箭头 这叫储存格搬移指标 它会发生在作用中储存格的边界上 好那这五个指标跟输入资料 会比较有相关系 另外两个指标是跟我们的大小调整有关 在我们的工作区底下 直的称为蓝 蓝跟蓝的中间会有一个边界 这个小小的边界会变成这个叫做储存格调整指标 一个黑色死心线还有一个左右向的箭头 这叫蓝宽调整指标 不管你选在哪里 你选在哪个蓝跟蓝的边界 像H跟I的边界代表调整是前面的那一蓝 当出现这个储存格调整指标 按住左键 直接拖曳 这个叫做自定蓝宽 自己决定你要的宽度 而且在拉动过程中 上面还会有它拉动大小的讯息 告诉你 那你也可以直接变成这个拖曳复制指标 快点两下叫做最适蓝宽 那最适的定义来自于这一栏里面看哪个格子的资料用的长度最长 那就是依照那个长度作为这一栏的蓝宽 所以我变成拖曳复制指标的时候快点两下 这时候是不是就会变成调整好你的蓝宽 这叫蓝宽调整指标 直接用拖曳按住左键可以拖曳复制 那你也可以快点两下叫最适 列高也是一样比照办理 调整按住左键拖曳制定列高 快点两下最适 就依照这样的行为 最后万一我要调整的并不是一栏 我有很多栏都要一起调整 整栏选区指标 栏名内变成黑色实行箭头向下 按住左键拖曳 这样子叫做多蓝的选取 按住左键拖曳 多蓝选取 找其中一个来调整 大家就都一样宽 若到了一个边界上 快点两下 大家都各自做最适蓝宽 那列高也是如此 按住拉制定一个 可是我大家都要按住 变成右向的黑色实行箭头 按住左键拉 多蓝选取 这样子找一个调整 大家一起调 找一个变成最适 点两下 大家都各自取最适 可是你如果像这样子选一块范围 这样就不会大家一起调 要这样整蓝选取 大家才会一起调 这样选范围大家不会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选范围的时候上面的蓝宽 左边的列都会变成叫灰色的样子 可是你如果整蓝的选取 它们是浅绿色的样子 其实是不一样的 各位要注意一下 这是七个指标 我们在执行Excel 从头到尾都会再用这七个指标为主轴 以上就是指标的介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